是你们今天的主持人阿元 议诚郭媛媛脸书签字文指控 黑人陈建州姓骚网友挖出案发办公室影片 认为郭媛媛说法可信度高 这两件表框球衣对照郭媛媛发文 的确靠在墙上表挂起来 这张办公椅位置的确也是在一个转身就能到的地方 郭媛媛精准说出办公室摆设 2014年两人因为公益活动认识 陈建州之后主持我爱黑色会爆红 前黑色会妹妹妖娇发出黑底现实动态 说对方没有伸出狼爪所以妖娇没被侵犯 但的确那时候当下第六感告诉他不对劲 施亚也发文说善恶终有报 其他像是田儿丫头小蛮小薰鬼鬼等等 听闻后没有特别表态 但没人帮陈建州说话 陈建州被控姓骚太太范伟奇驳斥身影 29号发文力挺黑人 反驳郭媛媛说旧家只有一张床 没有所谓的另外一张 强调黑人滴酒不沾 他自己运气也不可能喝酒 深深相信丈夫是个正直的人 我爱我的丈夫会用全力守护我的家庭 还列出运气只出门五次 但网友挖出泛泛过去一篇篇发文 有聚餐生日趴唱KTV 累计外出至少十次 网友翻出节目片段打脸范伟奇护航 陈建州低酒不沾 怪的是马基友最新发文又强调黑人不喝酒 跟过去言论不同调 网友发现马基友29号下午开播 突然接到范伟奇来电 希望帮忙发文澄清黑人不喝酒 网友怀疑是不是被强迫 没想到马基友在底下留言默默按了赞 旧家一张床说法也被网友质疑真实性 陈建州长期公益正直形象一系崩坏 妻子范伟奇一句深圳不怕影子鞋力挺到底 但被网友揪出诸多疑点 仿佛踢油救火 三新闻综合报道